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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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今天議會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我是童子賢 大家看到這個頭螢幕上 標題是 設計產業以邊垂勢力的結局 這個題目有一點奇怪 首先我想 我自己來自資訊產業 我在資訊產業 時間很長 看片的資訊產業的起起落落 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很多是點滴在心頭 那我想先分享一個 看起來跟資訊產業無關的一句話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裡面 曾經說過 社會上的習俗 殺很多的好人 文學上的習俗 殺很多的天才 在座的各位 也沒有常常感覺 你其實是個好人 你其實是個天才 你的創意靈感 跟你的很多行為都被壓抑 被主流價值給打敗了 有時候創意跟靈感無所不在 腦海裡面飄過去 走在路上一個感觸 可是真正能夠實現的很少 為什麼 因為往往主流的制度跟價值 跟條條框框綁住你 不容許你跨業界線 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談這個主題的原因 因為我在中心以外的邊緣地帶 經常可以體會到 很多美好的感受 美好的創意 跟有活力的想法 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難道你們沒有在課堂上 昏昏欲睡過嗎 難道你們沒有在團體旅行的時候 然後感覺很無聊在遊覽車上昏昏欲睡嗎 這麼多的昏昏欲睡 其實應該要刺激你去想一下 我是不是應該離開這個團體旅行 去進行一個人兩個人的旅行 或者自由行 我是不是應該離開課堂 但是我所付出的代價就是 我可能這一個學位分沒有辦法修到 或者我這個學位沒有辦法獲得 在上一張投影片上面 王國威爾的畫底下放的是賈伯斯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賈伯斯就是放棄了他的鞋位 他轉成用旁聽的方式去修 他喜愛的東西 他曾經在邊緣地帶徘徊很多年 從邊緣結起才進入主流的地位 除了產業跟產品以外 我也常常喜歡看歷史故事 我跟各位再分享一個觀念 你在產業會發生產業跟產業的競賽 公司跟公司的競賽 產品跟產品的競賽 你在國家發展過程裡面 會發生地區跟地區的競賽 或國家跟國家的敵對 可是這一切的一切有時候蒙蔽真相 你眼前看得到的敵人不一定是真正的敵人 你眼前的對手不一定是真正的對手 你的成功跟失敗不一定是來自你打敗敵人 所以你成功 被敵人打敗所以你失敗 經常我們體會到的是 你的失敗有時候是環境的變遷 或邊緣遙遠的地方 截取了一個新的勢力 這個勢力因為它的思考方式 不是中心地帶的思考方式 所以它累積的能量 當它能夠發揮的時候 它也是一種非正規的方式跟你競賽 所以在天平的兩邊也產生非正規的傾斜 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其實是告訴大家 不要只沉溺在主流價值的條條框框 要記得 邊緣的地帶常常有很多火花很多創意 你跟我都可以當這樣的創意跟火花的主人 我們如果看到草原乾枯 你如果身處其中 或者你不但身處其中 而且你還是領導者 請問你要做出什麼樣的抉擇 是繼續在這個草原裡面爭雄 還是帶領你的團隊你的族群跨出草原 我們來看一看 我們曾經經歷過的中心是什麼 大型電腦曾經在我學生時代 到我初入社會的時候 是整個資訊產業的主流 請問在座的各位 你多久沒有買新的筆記型電腦了 請問在座的各位 你多久沒有走進照相館去洗你的照片 請問在座的各位 多久沒有在買購置一台新的灑瓜相機 請問在座的各位 你多久沒有走到百事達去租借錄影帶 還有很多的行為我們都被改變了 比如我們很久沒有買信封跟信紙 提筆寫信給親朋好友 我們很久沒有拿起桌上的電話 有時候是黑色 有時候是黃色或紅色的電話 拿起來做什麼呢 打夜洋電話 我們多久多久沒有進行這樣子的生活或消費行為 現在談起來好像開天闢地 我們的世界就是這樣 其實不是的 你再想一想 我們這樣子的生活便利性跟有很多的受惠呢 其實在十年前不是這個樣子 其實在十年前不是這個樣子 相對的生活改變 世界的面貌改變 我們今天談的設計跟產業也被改變了 有很多舊的產業被摧毀 比如說螢幕上面這個科達 它曾經是世界影像處理的霸主 從它這邊誕生的無數的新技術跟新產品 曾經獲得好評 但是它在整個產業的潮流上 逐漸逐漸消失了 因為數位時代的來臨 它沒有跟上去 我們再來看螢幕上面 各位看到的 在1999年 離現在15年前 賈伯斯剛剛回到衰弱破敗的蘋果電腦 那時候還叫做蘋果電腦 搖搖易墜的公司 財務周轉幾乎不靈 然後人員紛紛離職 賈伯斯跟他的團隊的成員 在這個階段努力的凝聚iTune iPad線上音樂下載的構想 曾經所有大型的組織 比如說惠普或Dare 或像這個許許多多的電腦公司 提起蘋果的iPad跟音樂下載 就會稱讚說那個很不錯 這是一個很好的周邊 可以放在我們的電腦旁邊 邊緣的勢力就在你伏劣的時候 一點一滴的結起 當它開始累積觸控 當它開始構想App Store 當它更重視人的感覺 跟人的介面的時候呢 所有沉溺在桌上型筆記型 電腦大戰的所有廠家 都還是渾然未決 這個時候你想一想 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 Dare一心想超越HP 成為第一名 HP也一定把Dare或 東方崛起的紅機Acer 當作潛在的對手 但是這一切的一切 當你搶到第一名的時候 又顯得多麼的無奈 面對新的行動智慧裝置的崛起 不管是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 你搶到筆電的第一名的意義 已經遠遠小於十年前 搶到筆電的第一名的意義了 也就是在生存的層次上來看 你在這裡競爭第一名第二名 只有戰術上的意義 而缺少戰略生存上的意義了 曾經蘋果也用這樣子歡樂的音樂 隨身的音樂的畫面 來講它自己的故事 但是曾幾何時 它已經進到世界的中央 我們所謂的主流或者中心 不一定指的是產品或產業 我們來看一看歷史上面的一些經驗 或者思想上的一些經驗 曾經在文藝復興之後的幾百年 世界的重心就是英國法國德國 有時候還加入古老的西班牙跟奧地利 就是神聖羅馬帝國或者奧雄帝國 你只要在歐洲的核心地帶取得領導權 你就是世界的重心 你就是世界的霸主 所以我畫一個紅色的框框把它框起來 我們來嘗試看一下這個畫面 小小的一塊黃色世界這麼的大 小小的一個黃色的飆出來的地方 是歐洲的核心 甚至連波蘭跟北歐的幾個國家都飆進去了 這就是世界的重心 你取得了歐洲的領導權 就是世界的霸主 但是各位有沒有看到兩邊用黑色的線把它 框起來沒有彩色的部分 在各位的右手邊浮沿遼闊 但是在遙遠寒冷的東方 有一個叫做俄羅斯的國家 後來因為信仰社會主義跟建立社會主義的政治體系 一度叫做蘇聯 左邊的用黑色的線框起來的 沒有彩色的叫做美國 當歐洲的核心因為戰爭的蹂躏 摧殘人民摧毀經濟的時候 遙遠的俄羅斯比較少受到戰火的波及 雖然幾次進攻 但是因為它處的邊緣位置 反而帶給它的優勢是 你核心地帶的國家很難征服這麼邊垂地帶的 廣大浮沿遼闊的這個國家 所以俄羅斯受到的波及比較少 遙遠的美國隔著一個大西洋 它根本就是完好如初 它曾經用門羅主義閉關自首 但是它慢慢地累積它的國家的經濟實力 跟各方面文化政治不斷地發展 慢慢地慢慢地 你會選擇歐洲當初發了好幾百年 進行什麼戰爭 進行普化戰爭 進行普澳戰爭 進行一次大戰 進行二次大戰 當你搶得歐洲核心的領導權 相對於美國跟俄羅斯或蘇聯的崛起 整個意義變得十分的荒謬跟吊詭 這就是歷史告訴你的現實 當邊垂的力量擷起的時候 它的人民有活力 它的社會制度有創意 它的種種種種 都展現出很好的一面的時候呢 你會發現核心地帶的所有競爭者 爭的死去活來 爭一個即將沒落的權利或概念 所以講到這裡 我再用一句古老的義大利願意 跟大家分享 不要憎恨你的敵人 因為你會失去理智 我下面放了一個這個 追殺比爾 這個坤丁塔倫提諾導演 也是來自好萊塢的邊緣 他不在核心 可是他往往帶給觀眾很大的享受跟樂趣 他也是一個來自邊緣的導演 我自己曾經處在大量複製的產業裡面 但是我跟我的團隊的成員 面對新的創意 新的挑戰的時候 顯得更快樂 這個創意跟挑戰 不一定馬上轉化成主流產品 比如說螢幕上看到這支手機 是十來年前我跟我的團隊的成員 一起創作的 那個年代我就用了藍寶石水晶玻璃 用了Ceramica 用了那個 Ceramica 陶瓷 陶瓷材料 用了皮革 用了鈦合金 在一個小小的Future Phone 功能性手機上面 結合了這些材料 這個有沒有量產 量不大 但是讓我們玩得很開心 它自己也可以自給自足 這個是皮革筆記型電腦 當我壽命要接掌筆記型電腦的時候 我苦思如何在大量的塑膠跟平常的一些鋁材的面材的筆電裡面 殺出一條血路的時候呢 我們曾經有一兩年沉浸在金屬加皮革的工藝裡面 此外還有竹子跟用木材去做的這個面材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在邊垂的地帶尋找靈感 尋找創意 尋找活力 雖然這幾個邊垂的產品未必馬上進入量產取代核心 但是它帶給我們的工藝的鍛鍊跟創意上面的刺激 當我們面對主流產品的時候 我們的創意跟我們出的招數 往往讓已經身處主流市場的對手覺得很奇怪 你的招數實在是很奇怪 我跟各位透露一下 這上面藍寶基尼的筆電跟皮革的筆電跟金屬的筆電 曾經在短短的幾年從無到有呢 一年可以替那時候的華碩賺入50億台幣以上 50億台幣以上 整個華碩在分家前 筆電獲利在160億台幣以上 也就是我們從邊緣地帶鍛鍊的樂趣 享受的樂趣跟鍛鍊的記憶 最後我們貢獻在主流市場的時候呢 其實有相當好的成果 因此我繼續在邊緣地帶尋找光學 也可以發揮的 有一天也許我會進入化妝品 也不一定 那這個都是我們的產品 現在在七城市 非廣告 已經在七城市成列準備進入主流 我也常常在邊緣地帶尋找 可以學習的經典或經營的脈絡 這是究極先生 他曾經在很徬徨的年代 這是他的那個金屬工藝的首席設計師 究極先生曾經在 產業潮流的變遷中 想要把自己打造成像寶格力這樣子的 往更富貴更精品的方向去走 可是現在又退回來了 因為那一條路 他認為已經試過了不成功 是死互通 所以他現在往更普及的方向 用不鏽鋼去仿銀器的這些 我非常喜歡他這一個新的脈絡 讓更多的年輕的使用者 可以在一百塊美元或兩百塊美元 就可以體會究極健身很美 有一天他的購買力累積足夠 十年或十五年以後 他也許會去購買五千塊美元 或一萬塊美元的產品 我也很喜歡寶石姐的這個策略 當你要買一部跑車很難說服老婆 因為沒有辦法載老婆小孩一家人 可是成功地結合 跑車跟結合修理車的概念 讓現在的寶石姐的獲利 有一個很主要的獲利 是來自這一系列的修理車 帶跑車風味的這個產品 所以說隨說邊緣的概念 不能成為主流 隨說邊緣的概念 邊緣的這一些創意跟火花 不能替你帶來獲利呢 那我自己現在從事的是 很邊緣的資訊產業裡面的代工 這個常常是不蒙受祝福的 但是我們想辦法在裡面做出 創意做出火花 做出這個效力出來 所以我最後要再勉勵一下 還是引王國維的話 他其實是引尼采的話 他說一切文學 一愛與血殊之者 所有額頭流汗 掌心掌繭 所有寧甘心血去做創造的人 都應該蒙受鼓勵蒙受祝福 即使你一時是不順遂的 那我除了從事這個 不是很忠心的非品牌的代工以外 也做了一些小小的文化的工作 那我想各位有時間的話 兩分鐘我們看一點這個詩的朗誦 好不好 我聽到波浪一樣的回聲 當我這樣靠著記憶深作 無限安詳和等量的懊悔 揚手看永恆 大忌之親愛赤地蔓延 秘密充塞於我們天與地之間 我常年模仿的氣象不曾燒改 正將美目青陽回望我 如何殊人起立 如何殊人起立 無言獨自 以殊戶普流之之 故事 假如潮水不斷以記憶的速度 我 以同樣的心 假如潮水曾經 曾經在我們分離的日與夜 將故事 完完整整講過一遍了 迴旋的曲率 纏綿的論述 生死撫養 一種跳跳趕復的姿勢 在持續轉涼的海面上 如白鳥飛越船行殘留的痕跡 深入季節 微熱的氣息 深入季節 假如潮水曾經 我 以同樣的心 旁邊緣 邊緣有很多的火花 有很多的創意 有很多的樂趣 你跟我都可以 一樣的去擁有它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謝謝 谢谢大家